一环一 对方两人 对阵释怀往前走 最终释怀是收下了奥德尔的淘汰 这一波NV的选择给到了微博的机会 积分第一的微博 往下一看一直到第十一 对手全部被淘汰 这是他们创造分叉的绝佳机会 爆炸猎攻还有没有子弹 这是我最关键关心的 因为他现在已经没有手雷了 如果有子弹的话 其实这一片小的区域是很容易被排出来的 我相信他46发的背剑矢 应该是还有个二三十个 他不着急 后点队友已经拉起来了 是的 后点队友拉起来之后 他只要守住二楼 被反打成功 小马一下 问题不大 那导师身上还有一颗走得太急 其实有一个他命点 当然梅花庄刷新的那一瞬间 是微博会掉以惊心的那个瞬间 对 大家都在看地图 对 阿兰这一下走得太早 但好在高点队是完成了最于明命的一个击倒 人数上依然是2打 使槐 一个蹦蹦跳跳来到了阿兰身旁 但是明命这边也是被连打逮捕 那扶起来之后 继续有人数优势 一边是有人数优势 一边是有全形优势 最关键的一个东西 导师手里有雷 你有雷的情况之下 是不是可以减少自己的对枪 导师手里有雷 野猫手里有枪 最后WYY的位置 对倒了 P90 随着他出枪 已经被锁定到了 野猫 最后的25发子弹 两颗手雷 两颗手雷 两颗圆小屏 不要露身位 对方王圆圆的枪 可是很硬的 但是信号收集值实在是太低了 WYY最终是没有机会 这场比赛 恭喜野猫决赛圈 三连暴走 取得胜利 是的 微博在最后决赛圈 身后的10名对手